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工作期间拍摄了数万张照片 记录下1980年代人民海军工作和生活的日常 展在纪念日前 他的一本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历程的摄影画册 一一海魂 1980年代水兵生活剪影和读者见面 迎着朝阳的战戒 本文图片郭一将工图从数万张照片中 选编400多幅集结成册 每一张在郭一将的记忆里都写满了故事 1980年代中国海军经历的太多了 导弹护卫舰 导弹驱逐部队形成战斗力 战略导弹和潜艇水下发射成功 在这期间 有了舰在直升机部队 海军陆战部队 有了远洋补给舰 收复南沙六座岛礁等等 这些重大事件均可列入中国海军发展实测 还有许许多多日常战备指勤 故于护航 军事训练等军营生活的日常勤勿 可以说 重大事件构成海军发展的大框架 而日常勤勿小事却有序有肉 一起组成那个年代中国海军的历史风貌 军机列列 导弹上场准备 编队训练 1949年4月23日 渡江战役胜利之时 人民海军在江苏白马庙成立 那时出舰的人民海军只有缴获和机翼小艇 二战时一流老式炮舰 1953年2月19至22日 毛泽东主席乘坐长江舰 首次施查海军舰艇部队 在射搜起600多军的老式江防炮舰上 他写下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 为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知名方向 这以后中国海军有了苏式鱼雷驱逐舰 常规潜艇 小炮艇等 抢摊登陆演习 雨夜出航 指挥舱内 二十多年后的1975年 毛主席竖起小拇指 对当时海军领导说 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 还说 海军要搞好 使敌人怕 1980年代 中国海军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新的航程 驾驶台 无人机攻防训练 战略仓库内景 在此期间 我国自行建造的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战略导弹潜艇 常规潜艇 远洋补给舰等舰艇 捍卫着祖国的海洋圈役 如今 画册照片上 这些四十年前人民海军的主战舰艇已全都退出现役 人民海军有了航空母舰 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导弹护卫舰 战略导弹潜艇等 更加现代化战舰 强大的舰队巡航在大海大洋 信号兵 在风浪中搏击 新舰下水 画册中作品分为我们的战舰向太阳 敬礼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导弹发射力舰出鞘 击风搏浪 尖南地海岛搏击 战台风 风浪中抢救遇险渔民等多个章节 红五星 红尖章的水兵符 零五胶型导弹驱逐舰 老式登陆舰 一百二十五吨小炮艇 以及海岸炮兵 航彪兵 等海军兵中等如今早已消失 成为技艺 进入海军军事博物馆 吊栏登上击鼓胶 捍卫祖国领土完整 在长江大堤上抢险 战台风 海上抢救遇险渔民 秦商核电站攻城排险 艰难的海岛不及 但当我们重温这些1980年代拍摄的中国海军战斗 训练 生活的照片 不仅仅因为它是历史的影像 更因为它是我们美好的记忆 看到它 我们更加憧憬中国人民海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V5的未来 守卫是瓜娇 守卫在海防线上 参风淡浪 文娱生活 军港的夜 郭一江在后继中写道 记得1971年末 刚上舰当上水兵 第一次出海到长江口外东海区巡逻 深夜战岗 顶着冬日凛冽的海风 我依然紧握五十六十冲锋枪 巡视在前后甲板 望着东面辽阔的大海 身边不远处的雨火 以及身后大陆忽明忽暗的灯光 我为伟大祖国战岗放哨 心中的自豪感悠然而生 长大也要当水兵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